現在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WMP1200喇叭分區選擇器 主機面板功能介紹 首先看到前方有1到12個分區的按鍵 以及LED指示燈 接下來右手邊的部分呢 是一支藍色的按鈕 是我們的可乘式群組廣播按鍵 以及右邊有一個LED指示燈 接著在最右手邊的部分 則是我們的Ocode全區廣播按鈕 當您需要進行全區廣播時 只需輕輕按下我們的全區廣播按鍵 即會針對所有的廣播區域來進行廣播 接著當您需要設定群組廣播時 只需按下這支群組廣播鍵 接著針對您所想要設定的區域 按下廣播設定鍵 接著再按著群組廣播鍵長達約3秒的時間 當LED燈停止閃爍時 即代表設定完成 當您下次要進行群組廣播時 只需按下這個按鈕 即會針對您之前所預設的區域來進行廣播 當您所需要去修改其群組設定時 只需按下您不要的廣播區域按鈕 接著再按一次廣播群組鍵長達約3秒的時間 當LED停止閃爍時 則代表更改設定完成 當您下次要進行群組廣播時 即會記憶您最新更改一次的廣播群組鍵來進行廣播 以上就是WMP1200喇叭回路分區選擇器面板功能介紹